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儿童节要干什么,当然是看奶娃爬行比赛。 云林县政府庆祝儿童节在县府大厅举行婴儿爬行比赛,县长李静勇表示儿童节就是要全家聚在一起同乐。 比赛一开始,一名奶娃突然起身站起来,一马当先奋勇走向终点县,裁判则大喊违规要用爬的, 四桌的爸妈则高声欢呼,第一名的奶娃被吓住了,在爬行终点突然坐下来,不知所措,反而被后头的奶娃陆续超越,由原来的第一名变成最后一名,印证了小时候不是趟这句礼语,赢在起跑点,不代表能一路领先。 爸爸妈妈为吸引孩子往前爬,也无所不用其极,利用玩具食物吸引孩子,由妈妈则直接按爬,用小东西吸引孩子往前爬,过程相当有趣,而比赛不论输赢,现场的每个人都很快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